要说到吉利汽车 这家成立于1997年的汽车企业 在很早前就已经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了 在中国市场 吉利汽车也是特别优秀的汽车制造企业 然而要说到吉利汽车的辉煌壮举 我们不从车辆的型号谈起 就单纯说他当年收购沃尔沃的资本游戏 当年吉利花了18回收购沃尔沃 10年过去了 现在到底赚了多少钱呢 要说到沃尔沃 大家应该也都不看陌生 早期时候沃尔沃还是福特旗下的汽车品牌 在市场上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一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车 品牌价值也是永无共睹的 然而在之后沃尔沃的发展 受到战略定位的影响 发展效果却变得越来越差 这也给了吉利想要打开 国际汽车市场的吉利一个好机会 要知道以沃尔沃的品牌价值 收购沃尔沃的吉利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但是当时的吉利没有今天如此强大的实力 对于沃尔沃这个品牌 福特旗车开出的是18亿美金的价格 要以当时的吉利来说 这笔钱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 然而事实和历史证明 这笔钱投入花对了 当年吉利花18亿收购了沃尔沃之后 大力发展沃尔沃的平台 虽然很多人觉得这无异于打水条 可是经过10年的时间 吉利让人们看到了沃尔沃的蜕变 对于一个很权威的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沃尔沃的市场价值 达到120亿美金到180亿美金左右 也有人说已经达到300亿了 与当时收购时候所花费的18亿相比 这数据可以说是翻了10倍左右 也正是因为这样 很多人觉得吉利真的是一个投资天才 当然了 作为普通消费者 在资本层面我们不去过多的讨论 只是希望吉利能够产出 更加适合中国的汽车 也能够俘获更多汽车爱好者的心 当然也要提高国产汽车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